- 你知道iCachePay跟Open錢包的差異在哪裡? 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產品 那大家可以聽一下 如果你沒有看我的文章可以看一下 什麼是iCachePay? 你可以看一下我這邊寫的文字 非常簡單 其實iCachePay它就是一種所謂的電子支付服務 什麼是電子支付? 電子支付就是我們大家耳熟的想要悠悠富 是即將快要上線的天龍支付 你要怎麼使用很簡單 你只要打開你的OpenPointAPP 它裡面你只要更新你的APP之後 它其實就會出現iCachePay這個功能的部分 很簡單我給你看一下 我自己的iCachePay其實是在它11月10號左右上線的時候 我就已經有使用了 所以你打開你的OpenPointAPP 然後你往下看到這邊有一個錢包的選項 你點下去 它這邊其實就有一個所謂的iCachePay 有沒有 那你如果有登錄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看到你自己這個iCachePay 本來有多少無有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沒有的部分的話 你就點這邊的連結 這個按鈕按進去 你就可以開始做這個所謂的綁定的部分 但目前的話 它有哪些銀行可以綁定? 我們在去年其實已經變成有三間銀行了 比如說有第一銀行 第二的話是中國信托 第三的話是新冠銀行 這三間銀行的部分 你把它進行綁定之後 你都可以做這所謂的聯動銀行財務做支付 或者是那個叫什麼 把錢儲進去你的iCachePay裡面 然後到時候就是用iCachePay裡面的娛樂 做支付都可以 它目前的活動其實很有趣 像我們去年那一檔的活動 其實基本上就是說 MGM活動我揪你來 你拿1萬點我拿1萬點 你刷多少我可以拿多少 那今年的部分呢 它就有這個不同的加碼了 它沒有這個所謂的揪人 各拿1萬點 它是把所有的獎品都灑在你們身上 你只要進行綁定之後 其實你就可以進行 在小七進行支付 儲值跟轉賬都可以 那網路上就會有人講一個很有趣的例子 就是說你 比如說你身上有一堆銀行 但是你又不想跑銀行去儲 那怎麼辦 你就可以跑到小七的櫃台 跟他講說不好意思 我要把錢儲值進去我的iCachePay裡面 然後他就會送你的銀行 然後把錢放進你的iCachePay 小七就是你的銀行�台 然後你的出納櫃台 你就把錢拿去那裡儲 你可以去那裡儲零錢 所以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玩法 也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iCachePay跟我們的 Open錢包APP到底有什麼差呢 這邊就提供了一個很簡單的這個表格 跟大家參考一下 就是其實如果你要累積點數的話 你用Open錢包就是掃碼可以累積 那你的iCachePay 也可以在iCachePay支付的時候 直接做這個雷點的部分 它其實都已經是帳戶做在裡面了 就真的整個做得不錯這樣子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如果你要綁定信用卡付款 那你只能夠使用Open錢包 Open錢包裡面才有這個信用卡支付的選項 那目前的話iCachePay裡面當然是只能綁銀行帳戶 所以它這個就是連動你銀行裡面的錢 包括就是你存錢然後再回去銀行帳戶 這就是一個互通的狀況這樣子 那第三的話就是綁定銀行帳戶 除值跟扣款 這是我剛剛講過的 所以這個當然就是Open錢包做不到 因為那個iCachePay是取得了電子支付執照 所以才能夠做這一方面的這個業務這樣子 那第四的話就是7-11的這個現金加值的部分 我剛剛已經講過 這個是很有趣的一個用法 所以如果你想要省零錢 實際上零錢不想要太多 可以用這一刀去存 怎麼辦 那我相信小金太很需要大家的零錢 因為他們要常常找零這樣子 最後的話就是7-11的發票 你可不可以中獎加值 可以 所以我覺得iCachePay 其實在很多方面有點都是 等於是我們的Open錢包的升級版 更好使用 所以這部分的話我希望大家就是 聽一聽之後你可以了解說 這中間的差異是什麼 那你如果願意去使用的話 現在就可以開始來就是註冊 然後來參加活動這樣子 只要在iCachePay上面進行實名認證 剛剛講過了 就是提供身份證給電子支付直購 就是愛金卡公司 然後經過身份驗證之後 是本人就可以進行銀行帳戶的聯動 可以進行儲值跟轉帳的動作 大家還會再問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最近其實iCache聯名卡 它在Open錢包跟我們的iCachePay 出來之前就已經有了 那這之間到底有什麼差異呢 這邊也可以簡單跟大家做個比較 iCachePay的部分就是可以轉送的朋友 所以這意思是什麼 我們可以發紅包啦 所以就像我剛剛講的這個活動 如果過年的話 iCachePay真的有開放什麼紅包活動的話 我就會有機會來送大家紅包 那紅包怎麼送呢 有沒有哪些限定的條件 需要符合才能夠領寶可夢 等一下下半段會講 那小機櫃台價值剛剛有講過了 再來的話就是帳戶餘兒支付 這個一樣就是聯動這個 聯動這個銀行帳戶來做餘兒支付 或者是把帳戶的錢 存到你的iCachePay裡面來做支付 一樣也是很好用 所以我覺得現在如果你還沒有開戶的朋友 你應該可以開始來動作了 因為現在優惠真的比較好 那iCachePay 2.0呢 最主要有什麼用處 就是我所謂的搭乘大眾運輸 比如說現在可以搭我們的捷運 或者是我們的公車 其實都可以做這個感應支付 還不錯 那特約商店消費 比如說康世美 然後星巴克全部都有 第三的話就是你可以租 這個公共自行車跟停車費的支付 都是很不錯的優惠 所以這其實是兩個不同的產品 那如果你都用得到的話 其實都可以搬下來使用 那今年開始我們的iCachePay 到底有沒有什麼好康呢 來看一下 這個首付送五杯中熱美 他送你的是25000點 OpenPoint點數 哇 跟去年比起來真的是多了不少 而且他不是送你咖啡 他送你的是點數 這點數你還可以拿去換一些贈品什麼的 我覺得是使用性比較高的 那OpenPoint的點數大概是兩年會過期 所以今年拿到的點數明年底才會過期 所以你就不用太擔心 這個點數會不會今年年就要用掉 他沒有問題 所以現在開始來註冊登記使用 iCachePay的朋友都有福氣了 因為他就是送你25000點 比我們上個月我們去年還要好這樣子 現在還有消費滿而離 如果你拿這個所謂的iCachePay 累計消費滿1000塊錢的話 他再送你一張星巴克好友分享券 這好友分享券的話 如果你用OpenPoint點數去對話 你至少也要來個四五千點吧 他也是要花錢 花不少的點數去使用 所以我個人覺得大家如果有 要買逢年過節的一些什麼春節禮盒什麼的 你倒是可以考慮使用iCachePay來做儲值支付 因為這樣你還可以再多拿到一些好康 這是我個人看到的亮點的部分 那在3月底之前還有一些推薦你 就是同享費推薦人消費1元1點 這個活動的話就是 如果大家有常常在市區停車的部分 其實你要找停車費 我覺得是覺得蠻麻煩的 因為如果裡面有一些頂級卡部分 你其實那個繳的錢其實也是不少 但是活動是從1月1號到6月30號也是上半年這樣子 是iCache2.0到多多版 或者是台灣聯通天天都可以贈送這個OpenPoint點數 比如說你這次繳了100元 那你就可以拿到100點 點數其實還蠻少的 但是我覺得不如交付啦好不好 所以這部分的話就是方便支付 如果你不想要用一堆零錢的部分的話 其實我覺得有就比沒有還要好 所以說才0.33%的回饋也不是很多 但是我覺得比你用現金支付還是比較好一點 至少它是一個方便性的東西 所以這就是我們這一次iCachePay 來跟我們的相關的活動優惠的介紹 那大家如果有問題的話 也是可以趕快就是來誤寶可夢 我很樂意替大家解讀喔